感谢劳苦功高的医护人员 有连锁咖啡业者是发起 一起为医疗人员打气400次的活动 准备了400杯近期网路爆红的400次焦糖咖啡 慰绕台中荣总医护人员 还在5月初要推出医护人员凭着咖啡买衣送衣的活动 希望他们在忙碌之余 也别忘了休息一下喝杯咖啡 好好的照顾自己 绵密的咖啡奶泡搭配浓醇的鲜奶 这是近期在各大网路美食板爆红的400次焦糖咖啡 为了感谢劳苦功高的医护人员 有连锁咖啡业者 发起一起为医疗人员打气400次活动 准备了400杯咖啡 慰绕台中荣总医护人员 连续几个月的防疫 我们全省的这个医护人员真的很辛苦 所以我们这次最夯的韩系咖啡 新品上市400次咖啡 我们今天就送了400杯咖啡 给这个台中荣总的医疗人员 那同时呢在这个5月1号到5月3号呢 我们全省的直营店 也会针对这个医护人员 他凭证买医送医 那5月7号全省上市之后呢 一个月医护人员也是凭证85折 伊伯伯的咖啡在工作人员手中 慢慢送进音乐 院方表示 疫情期间接收到许多爱心捐赠 社会这股正面力量 对第一线医护人员来说 是很大的士气鼓励 因为这个咖啡还没有上市 我们第一次品尝 感觉非常感动 尤其是在新冠肺炎期间 其实所有医院的医护同仁 都非常非常的辛苦 而且我们 我们一定进行最高规格的防疫 那能够在工作忙碌之余 享用这样子的咖啡 我真的非常感谢 业者进一步表示 5月1日到3日 医护人员凭工作证 在21家直营门市首卖新品咖啡 买一送一 5月7日后购买咖啡 享八五折一个月 希望向劳苦功高的医护人员 表达深深的谢意 记者杨宗环台中采访不到